本音评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二八章风水 看这林剑叶印堂处的黑气 叶浩轩沉吟了一下说道 林少 你还是说服伯父 找人去看一下风水吧 说完便与蓝玲玲一起离开 辞别了林剑叶 一位保安引着叶浩轩走到车库 只见一辆崭新的法拉利停在那里 火红的车身上散发着炫目的红光 蓝玲玲一声惊叹 好漂亮 说着忍不住上前去摸几下 叶浩轩也吃了一惊 他知道林剑叶有的是钱 却没有想到林剑叶竟然会送这么贵的跑车 法拉利终极版 全球也不过量产十台 一辆售价在约四千万人民币 短短几天 身家尽异 别墅豪车美女应有尽有 这可是叶浩轩平常连一赢都不敢一赢一下的 叶浩轩之前有考过驾照 坐在驾驶室里系好安全带 心中涌过一丝兴奋 启动车子 踩下油门 法拉利漂亮的一个甩尾 轰鸣着离开车库 浩轩 那林大少的身份看起来不一般 为什么要送你这么名贵的跑车 在车上蓝玲玲终于忍不住问道 叶浩轩笑道 林大少这些日子来运气不好 我在地摊上买了一个观音当作护身符送给他了 而他出了车祸却没事 可能是认为我送给他的那个观音显灵了吧 真的 我不信 蓝玲玲撇嘴 林建业的身份 他自然知道 锦绣江南大老板的儿子 是那么好糊弄的 一个地摊上买的玉观音 就换这么一辆跑车 你不信我也没办法 叶浩轩苦笑 他总不能说 现在自己得到术法传承 会抓鬼吧 犹豫了一下 蓝玲玲说道 浩轩 我总感觉你跟以前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了 叶浩轩问道 说不上来 只是有些高深 莫测的感觉 蓝玲玲闪过一丝迷茫 叶浩轩摇摇头笑道 我还是以前的我 怎么样 去哪里玩 哪里都行 随便逛逛吧 蓝玲玲说道 叶浩轩点点头 跑车呼啸而去 在一处商业街 驳车停好 叶浩轩与蓝玲玲一起四处闲逛 摸出那老德掉牙的诺基亚 取出电话卡 将手机丢进垃圾箱 然后与蓝玲玲一起走进一家苹果专卖店 上手一台新款的苹果 然后笔记本平板一并够了 现在有钱了 叶浩轩又不是古板的人 虽然宝贵不能赢 但总不能像以前那样 紧巴巴的过日子吧 兜了半天风 现在已经是傍晚时分 商业街两边摆满了小摊 有卖衣服的 小首饰的 应有尽有 都说女人逛起街来是要命的 蓝玲玲也不例外 她挽着叶浩轩的手 兴奋地穿梭在这些小摊间 偶尔买一件小首饰类的东西 而身家几千万的叶浩轩 竟然也跟着她一起砍价 不觉间 一个下午就过去了 天色不知不觉的黑了下来 吃过晚饭 叶浩轩开车送蓝玲玲回家 蓝玲玲在清源商贸大学 跟叶浩轩的一科大学紧紧相邻 其实两个学校以前是一个学校 后来一科大学开办起来以后 才从商贸大学中分离出去 两个学校间只隔这一道墙 送蓝玲玲来到学校 天色已经擦黑 接到蓝玲玲的电话 蓝玲玲的家人要她明天回去 说来也是 现在不比以前那样纵男轻女 养个女孩娇身惯养的跟公主一样 家里又不缺钱 哪里舍得让蓝玲玲在外打工 叶浩轩说道 回去休息吧 明天我来送你 蓝玲玲点点头 有些忧愿地将手机装入口袋 叶浩轩笑道 怎么了 不想回去 蓝玲玲点点头 小声说道 我舍不得你 她的脸上飞起两片红霞 第一次像男生这么说 她休得抬不起头来 揽过蓝玲玲 叶浩轩笑道 暑假快结束了 回家看看你爸妈 然后就又过来了 蓝玲玲恩了一声 突然猛地伸出双臂 抱住叶浩轩 一张红唇便送了上去 柔软滑腻的舌头送了上来 叶浩轩一时间只觉得天旋地转 被抢吻了 这是叶浩轩第一个闪出的念头 片刻后蓝玲玲松开叶浩轩 满脸通红地向前走去 叶浩轩苦笑一声 不声不响地跟在她的后面 蓝玲玲在她的印象中一向闻静 没有想到竟然也有这么狂热的一面 片刻后 便急来到了蓝玲玲的宿舍前 而此时意外打扮得人磨狗样的年轻人手捧一束玫瑰 远远地向蓝玲玲招起手来 蓝玲玲的眉头一皱 一天来的好心情马上被眼前的这个人破坏了 她苦恼地转过头去 怎么了 这是你的追求者 叶浩轩笑道 蓝玲玲点点头说道 一个富二代 家里挺有钱的 就是有钱人的臭毛病太多 我不喜欢 拒绝过很多次了 叶浩轩微微一笑 伸手揽在蓝玲玲的腰上 迎着那年轻人走过去 兴奋地跑到蓝玲玲的跟前 可能是太投入了 年轻人一时间竟然没有注意叶浩轩揽着蓝玲玲的腰 她微笑道 玲玲 我等你很久了 郑康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不喜欢你 你不要再缠着我了好不好 蓝玲玲皱着眉头说道 对于蓝玲玲的拒绝 郑康毫不在意 她依然嬉皮笑脸地说道 玲玲 你会喜欢我的 给我一个机会好吗 而在她的身后 一群小混混模样的人跟着其哄道 嫂子你就答应了吧 是啊 你看郑少真的是用心医苦 在这里等了你好久了 一边的叶浩轩忍俊不惊 这伙的表白方式倒也特别 这一群小混混打扮得花里胡哨的 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鸟 郑康这是做什么 用这一群小混混衬托她的正直 忧愿地看了一眼 满脸笑意的叶浩轩 蓝玲玲掐了她一下 意思是她还不出场 叶浩轩轻咳了一声 然后伸出手说道 你好 我叫叶浩轩 她一只手伸出去 另外一只手还揽着蓝玲玲的先腰 郑康一睁 这才看到一边的叶浩轩 再看到她揽着蓝玲玲的腰的手 神色马上变了 玲玲 她是谁 郑康面色不善地问道 被郑康无视了 叶浩轩收回那只手 摸摸鼻子说道 我是玲玲的男朋友 给大家看